明年春暖花开 我一定会来帮你开第一单 今天要求 5859圈 5千一散 半山半水渐变 这么任性的吗 行 接受你的挑战走气市场 记得给我点小星星哦 山水百战 很好看 辣酸的神奇之处 看这个顶啊 它也是属于蓝绿色调 那如果说这样取的话 它也是能取一个渐变色的 但是这边棉的话有点重 然后这个它也是蓝绿色调 里边飘洋绿色调 但它呢不是渐变色 好漂亮 冰紫色 不用打蛋 光这样看就很好看 这个也好看 肘镯的话 能出一个小圈圈的肘镯 哎 这里有个渐变色的 你看 深蓝飘花 它不是色 它就是花飘在里面 老板 这是什么价 开两万 开两万是不是 不谈了 这条 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渐变色的 50到59就写 什么价了 这个 那我拿去自然光看一下 可以 嗯 好 那这条镯子我们自然光看 它这个湖水蓝绿色 还是很容易的 而且它是呈现一个渐变色 像这种镯子呢 它起货出来 油感是很足的 老板开价7000 很实在哦 不过我们该砍它还是要砍 走砍下去 给个卖价 我先不砍你 卖价要5000 卖价要5000 那就没法砍了是不是 你看这个老板 就像那种文静书生的感觉 我戴上眼镜 肯定没有它这样的气质 所以说老板3000我拿走了 这距离有点高 价格太高没意思是不是 做叮当的话价格太高 我就觉得不是很想谈了 给够4000 回头有没有机会 没有 这么直接的吗 我就是要回头 4000再问一下 这是年前的最后一条镯子 或者说年尾的该处理的处理 我就说可以 看来今天难得可能是时候啊 好生意性的话老板 待明年春暖花开 我一定会来蒙你开第一单 好拜拜 最终以4000的回头价成功拿下 走起货去 小姐姐的叮当桌起货啦 来我们再按观看一下 叮叮当当一步一响 哇它颜色真的要比毛胚状态 要更浅一点点 更清爽一点 它也是一个渐变色 比较符合小姐的要求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 冰感会更强一些 叮当就是要讲究灵动感 所以说我们要戴戴一点才好看 你们觉得挑战成功了吗 评论器告诉我